大家好,欢迎来到红豆影视,我是你们的朋友叶子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奇幻喜剧电影《回到过去未成年》 本篇根据小说时间折痕改编 一个深受家庭问题困扰的八岁男孩章鱼偶遇了神秘女孩樱花 章鱼跟着樱花意外进入了时空之门 樱花为了把非法闯入的章鱼送回去 让时间回到了当天的清晨 原来樱花是名时间使者,拥有穿行时间的权利 章鱼耍赖,要樱花带她回过去玩玩 不然她就等着时间警察来抓 没办法,樱花只得答应她的要求 章鱼原本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恩爱 可慢慢的,他们开始吵架,闹着要离婚 她这块爱情结晶,也就该变成结识了 没有妈妈的家,还是家嘛 于是章鱼想要回到过去,拆散他们 可是只准看不准动的她,要怎么做呢 他们来到了1996年 刚一来就在小卖店遇到了学生时期的父亲张文 章鱼偷偷塞了店里的棒棒糖在烟花包里 他的老板以为他偷东西被追了一路 而章鱼独自跟着张文去了 这一去才知道,那个背着张文书包的坏小子 并不是自己的爸爸 真正的张文就是被抢书包的那个 三个不良少年正围着张文抢钱呢 没想到自己的爸爸当年这么怂 跟他说的不太一样呢 原来并不是爸爸从小混混手里救下了妈妈夏小雪 而是夏小雪路见不平一声吼 靠着一只羽毛球拍从小混混手里救下了江文 简直就是天使啊 可是章鱼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可是来拆散自己父母的 绝对不能让他们俩相遇 于是在章文被抢钱的时候 章鱼跳了出去 夏小雪一看问题不大便离开了 可是抢钱还在继续啊 这可怜的难兄难弟 不过走了个夏小雪又来了个樱花 吓走了小混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时间警察来追他们了 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儿和一个小花啊 好在被好心的夏小雪引开 不过这时间警察的口音也太逗了吧 如果他们再做出改变未来的事 就会被时间警察直接定位到 要是被抓住可就完蛋了 于是章鱼设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可是就算他破坏了父母这次的相遇 他们还是会在下一次相遇的 章鱼的做法能有效吗 为了让章鱼相信 樱花又带他来到了2002年章文的家里 作为擅长者 章鱼冒充章文的堂弟 樱花假冒了从前的旧邻居 说了一堆章文的糗事才蒙混过关 没过一会儿夏小雪竟然来敲门 天哪 他们还是认识了呀 可愁死了章鱼 想尽办法的把夏小雪拒之门外 原来他这次来是打算在回老家前 向章文告白的 而假装学习的章文 其实是在想 怎么和小雪说话的开场白呢 这时樱花为了给章鱼做饭烫伤了手 章鱼拦下了准备出门买烫伤糕的章文 让他在家先找找 开玩笑 夏小雪可是在门外站着呢 不能让他们撞见 他先生把小雪叫进了章文的卧室 这才放心章文出门买东西 这一通可把章鱼忙坏了 就在他骗小雪走时 章文竟回来了 哎 白忙活了半天最终还是见面了 都是命运惹的祸啊 可是小雪看到的是章文在照看樱花受伤的手 我们的小雪吃醋了 哼 哪来的这么个女的 章鱼还在旁边添油加醋 把小雪去走了 又骗章文说 小雪也不喜欢他 闹得大家不哭而散 这下好了 时间警察再一次出现 抓走了章鱼 被小雪看到拦了下来 随后而来的樱花从天而降 就走了章鱼 留下了被摔晕的小雪 章鱼本来行灰一笼打算回去 可樱花又一次带他去看了父母的情况 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原来当年章文看到了小雪在书里留下的字 跑出去追小雪 抱起了晕倒在地的小雪 误会解开 而此时的章文正在和小雪憧憬未来 打算和小雪求婚 没错 章鱼又出现了 在两人面前唱起了分手快乐 和算什么男人 打断了章鱼要求婚的动作 唱着唱着却又哭了起来 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可他这次却是来撮合他们的 奈何时间警察再一次追来了 樱花讲起了自己和父亲的故事 自己曾经想尽办法要离开父亲 可是当父亲真的离开后 就算时光倒流 父亲也回不来了 因为章鱼的事情耽搁了太多时间 樱花自己的事反而没时间去做了 所幸两人就地玩起了变装游戏 还拍了各种照片 有樱花的憋照 还有一张是她婚纱照合影 二人还没来得及欣赏照片 语音提示樱花此次穿越之旅已结束 时间警察也适时出现 原来樱花一直在假冒时间使者 两人被时间管理局除名 被遣回各自的时空 从此不得再进入 而他们实际上是在未来时空中的时间管理局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幸运儿回到过去 樱花假冒别人的身份回到过去 樱花想要回到过去 改变父亲已经离开的事实 可是没有一次成功 她就是想回到和父亲吵架前 跟父亲说声对不起和再见 她在被时空警察追捕的过程中 误入了章鱼的时空 这才发生了这一切 那她见到自己的父亲了吗 这时我们才知道 章鱼就是樱花的父亲 她来到了父亲的小时候 虽然一直没能回到他们吵架前 但是她想说的话也算是说了 章鱼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时空 父亲也重新振作了起来 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 但是可以在未来创造新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内容 就请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你的评论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